最後一個我們要講的是鞍 鞍無色有毒有臭味 溶於水會有臭味 我們那天做實驗有人聞到一些臭味 那些鞍水的味道 它跟我們的氯化氫一樣 都極意溶於水 所以第一件事情 可不可以用排水集氣法收集 不行 第二件事情可以做什麼實驗 可以做噴泉實驗 所以氯化氫跟鞍都可以做噴泉實驗 鞍NH4分子量17比空氣小 所以用什麼方法 向下排氣法收集 要排氣法收集 液態沒有碱性 我們講過了 基本上酸碱都要怎麼樣 溶於水才有酸性跟碱性 液態的時候純的時候是沒有酸碱性的 然後水容易叫做鞍水 弱鹼性 輕氧化氨 俗稱叫做阿摩尼亞 你看到俗名就知道它有一股強烈的味道 有人把它叫做方香鞍水 化學上的方香指的是有味道的意思 不代表它一定是香的 有一個人昏倒了 會說就拿方香鞍水讓他鏽紋一下 讓他能夠梳醒過來 就把它湊醒的意思 或過那個刺激性的臭味 把它湊醒的意思 鞍 所以鞍融於水變成氫氧化鞍 學名叫做氫氧化鞍 叫做鞍水 俗稱叫做阿摩尼亞 阿摩尼亞 這我剛才講過了 鞍跟氯化氫相遇 會產生什麼顏色的什麼東西 兩個一起回答我 什麼顏色的什麼玩意 這兩個互相檢驗的方法 什麼顏色的什麼東西 我剛才叫過了 二分 二十八 什麼顏色的什麼東西 這什麼 這什麼東西啊 綠花氨 綠花氨請坐 會產生白色的 綠花氨 白色的綠花氨 這兩個互相檢驗的方法 好工業上製造氨的方式 是用這個叫哈伯法治安 這在歷史上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不過我們現在就變成把它記下來 哈伯法治安 直接把氫跟氮化合 但是呢這個反應不容易進行 所以我要高溫高壓200度 新400大氣壓 還有重點 用誰當催化劑 鐵本 要背 要背 我們未來會教催化劑 你就要把我們學過的催化劑背下來 我們以前學過誰啊 雙氧水 雙氧水 二氧化毛 現在學了誰啊 鐵本 哈伯法治安 鐵本當醋化劑 劑可 高溫高壓 直接化合 用鐵本當醋化劑 哈伯法治安 四瘦氧水 百分之二十八 稀釋四五倍 可以來做家禽清潔劑 然後呢 殺菌消腫 就是被那個蚊蟲咬到啊 酸鹼中和一下 把殺菌消腫 剛剛講過急救食的興奮劑 把它湊醒 透過那個刺激都在把它湊醒 讓它都醒過來 湊醒 OK 然後呢可以做硫酸胺 剛剛講過 然後做尿素 這兩個都是肥料 這兩個都是肥料 蛋肥 蛋肥 蛋靈甲肥料三要素 蛋肥 OK 然後做塑膠 看完就算了 好 練習題 甲乙丙丁四個東西 標籤脫落 測試結果 請問你 做完之後 誰是誰 做完之後誰是誰 啊 有那個指示劑變色的 有照光變色的 有那個讓方糖變色的 然後也可以有二氧化碳的 這樣子全部看完之後 請問你誰是誰啊 誰是誰啊 假是誰 乙是誰 比例是誰 一定是誰啊 行車戰界問 誰是誰啊 誰是誰啊 我們找一位可愛大美女 可愛大美女 七二 你選誰啊 豬 你選四 你選三 C 請坐 你選C 答案叫做 C 假乙能夠使藍色變紅 所以是酸性 丙丁使紅色變藍 所以是鹼性 直際變色 硝酸照光會有紅棕色的二氧化碳 所以它是假 農氧化碳 有脫水性 可以使方糖的水變掉 變成剩下碳是黑的 所以是乙 安水是沒有顏色的 是一心的臭味 是比 二氧化碳 通路澄清水水 有白色混濁 白色沉澱 所以是冰 所以選完之後答案就選了 就是C 這就是我們的練習期 第一 把我們該背的通信背好 把我們每一個酸跟緊的性質 該背的背起來 你就會回答了 非常的簡單 有人問得不 沒有 請寫課堂練習